这项新春的联欢肯定会拥有老先生和老太太六百多人参加 西方各界首长都应邀参加向老先生们货结 肯定会是以聚餐的方式进行 同时穿搭着歌舞表演以及老先生老太太们自己的歌唱 老人们一面吃东西一面欣赏歌舞非常的开心 使得会场里充满了一片欢乐 曾经会结束以后主办单位中区民众服务社 来赠送了每个人一件纪念品